这场比赛对于韩飞龙的考验就是在各种破绽当中来出击才能打中对手 据特来说韩飞龙最好的晋身的机会就是萨克维奇出动作之后脚位落地没有站稳的时候进去 再次转身的这种腿法 所以这对于韩飞龙最大的考验在于他每一个动作并不是说蓄积好力量准备好的 他是要找这个时机才能打进去 随时对方出击这个机会随时把握住 大家好 老师从业中医难科三十余年 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通过中药条理重回南兴雄风 如果你也存在房市时间短 勃起无力 硬度差 中途疲软 甚至前列腺炎等问题 现在就家中医老师微信574993200 纯中药一人一方 至根至本 帮助你持续坚挺二十至四十分钟 苦身壮阳 年时祝国 彻底告别 快难软难 记住微信574993200 这个腿是很重的 比赛可以继续开始 上来之后 上来之后 扎克维奇似乎被韩飞龙的这一季替当的动作激怒了啊 上来之后这个无论从表情上还是这个动作输出上啊 不然的话就会露出破绽 不止掉了 陈创真是状况连连 对 哦 连续击破 漂亮 韩飞龙的连续组合拳 哦 这个时候不要出来啊 好不容易拉进去之后 而且是自己的优势的一个局面 哇 漂亮 这个贾东东很出色啊 我们看得可以清晰地看得出来 韩飞龙是眼睛瞄着对手的腿部 把对手的防御中心放在下半部分 然后这个时候突然击打他的头部 哇 这个高扫其实威胁很大 虽然是扫过 还没流到头顶啊 对 有点高度没有掌握好 有点过高的这个高扫 对 就等 这个萨克维奇在 此时有点战斗意识有点削弱了 其实他这时候猛的进攻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破鱼还没有 哇 漂亮 这次是非常成功的一个扫堂腿啊 传统五十兆 扫肠腿 来 接下来宣布本场比赛的最终的裁决 一号 二号 三号裁判 都给出了一致的裁定 三十比二十七 本场比赛 洪峰胜 你能 呢 啊 啊 明镜与点点栏目